五日前竹区段征收工程动工后 临近大约29公顷的九德区段征收 地方也引颈期盼 经过台湖市政府送内政部土地征收 审议小组同意开发 后续市府将办理协议架构 以及区段征收工厅会等前置作业 带动地方发展 前竹区段征收第一标工程动工后 临近的九德区段征收 地方也引颈期盼 而经过台中市政府送内政部土地征收 审议小组审查 也已经顺利通过同意开发 中央很快很快的也能够给九德的区段征收 整个范围核定 我们就陆续会来开相关的说明会 然后我们就会跟序办理区段征收 我想这跟捷运绿线的整个的缝合 这也是当地跟附近民众所引颈期盼的 九德区段征收的范围大约29公顷 将分成九德段九竹段等几个区域 来接壤大庆火车站中山医学大学 而周边有六个捷运站 加上环中路跟建国路等道路 生活机能是四通八达 也让地方相当的期待 我们九德征收的这个案子 其实我们有个潜力就是前逐区段征收 那前逐区段征收 他已经过了好几十年 这个历程跟经过非常的辛苦 那他也是有好不容易从市价的50%来定案 所以九德区段征收 现在也是用这个模式 我也会再要求 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这边 再省了下来的一个阶段 到我们九德的这个邻里 再做一个说明会 之后再做他的一个正常的程序步骤来 让我们的居民更清楚 九德地区四十多年来 土地开发利用受限 而现在通过区段征收 地方也期盼能够加快后续脚步 来带动当地的发展 既然来说风台中采访不到